大家好 大家午安 气象区持续对第四号台风哈格比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哈格比台风最新的中心位置是在 花莲东南东方大约360公里的海面上 持续的往台湾北部海面跟 东北部外海这一带的方向上来移动 对我们的北部海面及东北部海面 已经构成威胁 所以在海面上 气象区除了持续对北部海面 以及东北部海面的航行作业船只提出告警之外 也要特别提醒长浪的现象 今天开始在我们的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的沿海 恒春半岛包含绿岛 蓝宇 西南部的沿海包含澎湖 以及马祖都容易有长浪的现象 今天在欧兰比以及澎湖 都已经观测到2米以上的长浪 大家在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在海面风浪的部分的话 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 今天晚上开始 东北部 北部的风浪也会逐渐的增强 明天西南风逐渐增强 在西半部沿海 以及东半部沿海的风浪也会逐渐的增大 那在台风强度的部分 台风目前的强度呢 是一个轻度台风 不过相对于早上来说 强度上略有增强 在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 它的强度呢 还是有稍微增强的趋势 另外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 预估会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 到了礼拜二之后呢 就会逐渐进入中国大陆 因此明天的雨势 是台风影响期间最明显的时候 那请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至于现况的部分 我们由雷达回波图来为大家做个说明 从雷达回波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呢 台风的外围云系 已经些微的影响到 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陆地 但是最主要的降雨呢 还是出现在我们的 山区跟北部的山区跟中南部地区 那我们目前呢 也针对中部的山区 南高平地区跟台东地区 发出的大雨特报 请这些地区的朋友们 要多加注意短时的强降雨 雷及跟强震风的现象 至于晚上之后的降雨呢 我们由定量降水预报图 来为大家做个说明 从定量降水预报图来看 今天的白天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到了晚上之后呢 可以看到 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 那在迎风面的北部 跟东北部地区的雨量的情况呢 会逐渐的变得明显 那台风北上之后呢 西南风也会增强 所以明天呢 距离台风比较远的中南部地区呢 也会有明显这样的现象产生 整体而言 明天在我们的西半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呢 是有出现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可能 请各地呢 都要特别注意雨势比较大的情况 最后提醒大家呢 台风路径的预报是有不确定性的 如果太平洋的高压的强度呢 再更为的增强 那我们的路径预报有可能再偏稀一些 因此目前还是不排除 有发布路上台风警报的可能 请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 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 感谢观看